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们指出一条出山的路 结果神仙却告诉他们 你们要跟着有石头的地方走 要拨点路边的石头 有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自己的家乡到处都是石头 有的人就听话 见了几块石头放进口袋里 刚才我们找到走出山山的路时 发现石头变成了黄金 大家很后悔见得少了 同事们 这个故事短 但意义很深 它让我想起学习的重要 现在是管制令 我们不能上学 但是我们在家里要每天温习功课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将来一定会有收获 好让我们可以未雨从蒙 就好像故事底的石头 最后变成了黄金 一天进步 一点点 将来你一定会遇见 最美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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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订阅 请不订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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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